同学们,这是我的第一节课,也是我第一次录视频 如果讲得不好或者出现很多问题,请大家多包涵 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这一节呢,我们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去进行网络爬虫 关于什么是网络爬虫,大家可以维基百科或者百度百科 上面已经有很多详细的说明,我这边就不多进行阐述和解释 那我们直接以这个上海市空中课堂这个网站为例 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这个网站一些视频的一接口,一个搜索和辨认 然后再通过Visual Studio这个软件,对这个软件进行编程 然后把这个接口上的一些视频给批量下下来 可以进行一个全部下载或者分年纪下载 或者是分时间,分课程,分学科等等 可以通过一些自定义的一些筛选条件进行下载 好,我们就正式开始 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游览器 我这边选择Chrome游览器 不论你是Windows还是Mac系统,都可以进行下载,安装 这里我们直接选择不变输入,直接进入 之后我们会看到在右上角可以选择不同的年纪 左边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的课程 这边我们点击视频,可以进行查看 我们这次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给下下来 并且这里的抬头进行一个重命名 我们在空白处,右键,选择检查 然后选择Network这个界面 我们播放一下视频 然后往后拖一点 看看这个界面Network会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一个叫v.f30.mp4的一个文件 它的type属性是media 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要的视频 我们点击它 然后发现这里有一个网站连接 我们复制 在新的窗口,粘贴,打开 诶,我们惊奇的发现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视频 这时候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右键 会看到有个叫视频储存尾 我们可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 当然这样只是对每个文件单独下载的方式 我们这次需要做的 是把所有的视频可以一键批量的下下来 那我们回到第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中 我们在空白处右键 然后点击检查 也是打开Network的一个界面 我们长按这个刷新按钮 有一个清空缓存 并硬性重新加载的按钮 我们选择它 让这个网页的页面 重新下载 清除所有的缓存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页面打开 会有这些文件 我们要在这些文件当中 查找我们需要的端口 这里我们从一个个进行点击 这里的后缀是.css 如果会H5的一些同学们 就知道这是一个编程文件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忽略 包括这边的.js文件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接口的一个文件 好 我们在这边 perview里面可以看到 所有文件的一个缩略图 有代码的 有图片的 也有字体的 那只有这两个文件 是返回了一些参数 那我们看看 打开看看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打开第一个列表 我们发现它这里的名字 有一个叫datalist 诶 这个是不是 所有时间的一个返回值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最早的话是2020 03 02 那就是3月2号 我们到3月份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2月份是没有的 只有3月份才是有 那最早的是3月2号 那最新的就是4月23号 那么反正回到4月份的一个界面 4月23号是最新的 那这个list 就是我们需要的时间的一个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接口 它是属于一个post的一个写意 一般接口的话常用的是post和get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转到一个视频是get 之后我们还会重新看到 这个接口的写意是post 然后这是一个接口的一个域名 我们往下滑 可以发现它接口所需要的一个参数 它是有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一个ID和一个是年级 我们还需要再看一下 这个接口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属性 这边用到的是一个 Json的一个语言 好 这些信息是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接口 第二个接口 返回了所有课程的一个list 当然这边是有六个 应该是七个课程 0到6 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一一对应 好 女文数学 音乐 英语 道德与法制 科教版自然 科学与技术 这边都是相应的对应 我们再继续打开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从这边有个叫resource list 我们继续打开 好 我们这边看到了一个叫resource name 这个就是 这个 的标题 我们会发现这个标题的名字 与这里的resource name的一个名字是一样的 并且带有后缀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个标题 下面还有叫resource url的一个地址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视频的一个 刚才我们看到视频的一个连接 我们复制它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这里选择复制 在新的页面里面粘贴 哦 这个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视频 我们来试一下另外一个 这边我们重新选择 科教版的自然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继续点开 看到resource name 这边是mp4的一个名字 下面同样的叫resource url 有一个地址 我们一样复制它 然后粘贴到新的窗口 诶 我们看看这个视频是不是自然课 诶 自然科学课 对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课程的一个连接 好 在这里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的 知道这两个连接是做什么用的 第一个连接 就是获取所有这个年级的时间 现在是五年级 那就是获取所有五年级的已有的视频的时间 下一个连接 是获取这个时间里面 所有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信息 好 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时间和年级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选择高三年级 这边我们选择4月8号吧 我们这边还是要重新刷新这个页面 清除缓存 好 重新载入 我们来找到 同样的方式来找到刚才的文件 在右边窗口点击perview这个界面 然后一个个往下看 JSJS全部忽略 好 这是字体 这是图片 好 这边有一个接口 好 这边也有个接口 好 下面就不是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接口 同样的返回了所有的时间 第二个接口 好 返回了五年级 所有的一个课程 好 这边我可能没有选好 我们重新来一下 我们这边选择高三年级 然后我们继续搜索 看一下下面 这里有两个新出来的接口 好 这边已经发现是高三年级的一个接口 里面是有数学英语思想政治 对 这就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一个内容 好 下一个接口 返回了所有的时间 20203月2号 到2020的4月23号 对的 这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内容 好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了 这两个接口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接口 通过这两个接口 我们可以获得 所有的时间的信息 和所有 这个相应时间里面 所有学科的一些 信息的内容 比如名字 学科的名字 学科的 这节课的一个抬头 和这个视频的一个链接 我们需要把这些信息 给批量的分析出来 然后在下节课中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接口 然后进行下载 给批量大的 Interim 感谢观看